郭文貴議員 1982年寫入憲法的兩年任期 他現在有修改 不設任何期限 不設任何期限 即是做到何時呢? 即是做到何時呢? 即是好像一間公司的老闆那樣 你問李嘉誠做到何時 你問李兆基做到何時 鄭宇彤和洪生如果不能睡到床 他都繼續在做 即是做到何時呢? 即是終身制 即是帝制 帝制又很少會自己主動地下台給你的 因為給了你之後 就很多問題重生的了 你說這件事很突然 其實它又不是很突然 是必然 你說它是必然 事實全世界都惡一惡 其實五年前 2013年 Economist 經濟學人已經用這個題材 做了封面 做了兩次封面 重返帝制 是不是? 因為大家那個鬼佬編輯部都看死你 其實這條路只有一條 每次這些事件發生 我們覺得都很驚愕 每次股災出現 我們覺得都嚇一跳 股票 事後 事後分析下 就覺得是必然的 是嗎? 當我們幫我們 易經廣床清潔委 媒姐跟我說股票 你覺得還沒股災嗎? 媒姐一邊吸塵 一邊跟我說股票 是嗎? 我就覺得 其實都應該的了 是嗎? 當太古城 去到六千元尺的時候 大家慘然地 一片下 哀聲 但不是必然的嗎? 你覺得萬六元尺才正常嗎? 一層普通樓宇 過千萬是合理嗎? 你在賺幾千個月 是不是? 那些年輕人 萬零元過月那些 原來爸爸 給了首期幫他 逼他存錢 三兩年間 原來都升了三百萬 三百萬? 他一年只有二十萬 三百萬 即是多少年 你知不知道 幾十年的工資 他還哪有心機打工啊? 層樓由四百萬 變成七百萬 即是怎樣? 即是說 他仍然是萬五元 過月 萬五元 過月突然間 層樓的價值 在他們來說 升了三百萬 還有心機努力 還跟你們這班乾淨 是嗎? 還向上爬 對了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你覺得合理嗎? 所以 當你股災的時候 當樓市大塌的時候 大家都好像覺得很突然 想一下 又根本都不算突然 習近平沒有路走 除了他要修憲 即是說 他要清帝之外 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呢? 共產政權 沒有辦法有一套完善的機制 好像民主體制一樣 在不用流血的情況之下 政權過渡 由馬英九轉為蔡英文 是不用流血的 由國民黨變成民進黨 不用流血的 當年陳水平突然間 意外地 做了台灣總統 不用流血的 社會代價付出的很少 這個就是 文明的民主政制 但是共產政制 一直來講 由中共歷史 如果你真的稍有涉獵的 你都知道一路走來 都是在血缽之中 走出一條路 所以習近平清帝 他一直講自己是一個中國夢 中國夢其實第一步就是清帝 第二步是什麼? 追求長生不老 追求長生不老 你沒有笑過 好像很荒謬 誰 當權力 當金錢 物質 權力都去到極致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長生不老 你問一下李嘉誠、李兆基 這類的超級富豪 追不追求長生不老? 邵逸夫當年幾十年來 每天都在人時起身 又太極 又靜坐氣功 大小周天 又提江 又吸納 喂 想什麼? 想希望條命更長 自然地 他做了清帝之後 清了皇帝之後 權力一直在他自己手上 就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術士 會提供長生不老的可能性 科學有科學的研究 道家有道家的 給他意見 密宗有密宗的方法 收絕火 諸如此類 天古帝王 從來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英雄的宿命 秦王漢武 唐中宋祖 沒有人可以跳出這個軌跡的 講到英雄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不同意 為什麼會說 習近平是英雄 這個是分類法 人生基本上有兩個目標和方向 一個是英雄的方向 一個是聖賢的方向 儒家教我們走聖賢的方向 但是天下間的人物 大部分走的是英雄的方向 毛澤東是走英雄的方向 鄧小平是走這個方向 習近平 都沒有辦法脫離 他們的前輩 都走一個英雄的方向 什麼是英雄的方向 英雄的夢想就是征服天下 但是永遠沒有辦法克服自己 英雄將自己的理想 建築在別人的痛苦和犧牲上面 所以我們說一將功成 萬骨夫 一個將軍 他的馬達到目標 功成 其實 下面埋葬了很多呼骨 很多無名英雄在這裡 儒家的心法就不是 儒家的心法就是說 我們要做聖賢的境界 未必是做到 但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是要這樣 聖賢不想得天下 聖賢目標是要征服自己 他不會把自己的痛苦和煩惱放在別人身上 而甘願背負起天下人的煩惱和痛苦 這是人生根本追求的分別 有人走精紅的路線 當然很多做不到 有人走的收的是聖賢的路線 這是基本的分別 從一個大歷史角度看 因為中共沒有路走 中共領袖的路 從來都是鮮血斑斑 他們的總書記 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你說還有江澤民 所以說 胡錦濤目前都好像還沒有什麼 那他們還沒有死 是不是 現在問題就是 怎樣他們的 中共的頭領 怎樣安排他們的權力交接 可以勉強晚年的恐懼 是中文人 就是用 指定接班人 寫在黨綱中 林彪副主席 但是林彪叛變 死於逃亡的 道程中 被用飛彈擊落 一家和他老婆 和他的兒子 空軍總司令 葬身於沙漠裡面 其實 無論他指定那個接班人是誰 下場都一樣 好像林彪 一定是叛變 一定是逃亡出走 一定是叛逃截擊 那個人叫誰都不重要 就算叫彭德懷 就算叫陳毅 有誰可以脫離這個角色 就好像以前的帝王 立了太子 就出事了 這就是權力遊戲裡面 無法脫離的 所謂的宿命和軌跡 江青四人幫 跟著誅殺大老公臣 老毛死前後 那怎樣權力接交呢? 我有寫個條紙叫你辦事我放心 交給華國鋒 華國鋒的名字是突然出現的 在當時全世界 原來老毛是有條 死前有個條紙 當時拿著這條紙 想著就是接班 但是你沒有部署 沒有軍工 沒有軍隊 沒有顧命大臣 這樣很自然的 其實 必然是有個宮廷政變 鄧小平宮廷政變 所以 所謂的第三次復出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錢無去勞 中共已經一窮二白 根本就沒有路走 所以很簡單 鄧小平是一個實務主義者 反共 走資 權力上面走向集體權力制 所謂的八佬護國 這個就是 後來趙紫陽對日本 人說了 就被稱為 的罪狀 泄露國家機密 這個總書記 是不是 這個國家主席 和共產黨總書記 泄露國家機密 因為其實所有決定都有一個更高的集團 叫做八佬護國 很多評論家就把他改了一個字 叫做八佬護國 本來鄧小平的語線盤是這樣的 他見過經歷過毛澤東的苦 大陸經歷過反右 三面紅旗 大躍進 文革的苦 不可以將整個國家擺在一個人的威望上面 所以在八二年 寫入憲法裡面 權力只可以兩屆 就是十年為終 他當時的改革開放的 原劇本就是說有三部曲 先是經濟改革 就是吃飽飯先 因為不吃飽飯不用討論的了 這個是中國歷史的歷史倫理來的 這部份叫做職官 職就是權力 職就是責任 官就是權力 我們要形成一個政府 首先是前提是有責任 不同的官員負責不同的責任 但怎樣可以履行責任呢 唯有給予他權力 所以責任先權力後 責任是目的 權力只是工具 搞清楚 很多人以為當官之後就可以踩在人民頭上 作威作福 貪污是不是 跟著互相勾結 有憑黨有山頭 跟著大家就逢迎 有些人走過去 當香港 懷孕的老闆叫做宋林 大家上去他上面 每晚走詞欲臨 人人認屎認屁 都說是宋林的老友 現在沒有人說的 為何你不仍然認為自己 跟宋林很熟 何時又上去他吃懷孕 多少樓吃飯 現在都不敢提 對了 三部曲本來就是經濟改革 先搞好食貨 搞好食貨 但是這個經濟改革的成果 一定要用政治改革來保存 政治改革之後 就到這個所謂的文化改革 三大改革完成之後 是正式跟世界接軌 現在的現況就是 經濟改革之後 政治改革寸步難行 當年的總書記胡耀邦想動 一動就出事 犧牲了先是胡耀邦的總書記 跟著下台之後 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升做 共產黨的總書記 一樣下台 犧牲了兩個總書記 1989年 脫洗天安門之後 意外的成果就是地方諸侯入京 上海的江澤民入京掌權 才剷除北京幫 陳希彤那些 當然會貪污 怎會不貪污 情況跟現在習近平對著那幫老 老官僚一樣 怎會不貪污 個個都貪污 大有大貪 小有小貪 制度本來就是這樣 江澤民見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場 他還怎會幫你搞政治改革 所以他的制度叫做悶聲發大財 當時很多人就以為 是全面集中精神搞好經濟 被人家的悶聲發大財有含義 就是說各大勢力各大山頭 不如我們一起泄國分贓 所以 這個是成為了有制度有系統 立法地有計劃的泄國開始 但是我們要記住 無論是政治分贓 還是做賊分贓 對最早香港時期三郎案 才可以破到 都是分贓不雲 因為分贓從來都不雲 沒有人認為是 分贓是合理的 誰分都不合理 因為分法不同 分法不同就是不合理 所以鄧小平定下兩任任期 時間又到 勉強傳位給老鄧隔代陰點那位胡錦濤 但是實際權力 軍方權力 全部都集中在江澤民 整個山頭系統裡面 胡溫 被他們視為是家勞 擺到上面的 你見到薄熙來 多看不起總書記 多看不起國家主席和總理 兩位也不肯給面子 這位西蘭霸王 他就是不去重慶 薄熙來下台前 多霸氣 他認為主席和總理 始終都要去看重慶的發展 已經死到臨頭 還以為自己多坐定立 看不起這兩個 在他來講只不過是一個 惡勞欺主 嘰嘰嘰嘰 想用汪洋來對沖 對沖他的權力 政治局常委 最後那席 本來是九席的 最後那席大家爭 幾年以來 是不斷地和廣東的汪洋 是不是 當時 主政廣東的就是汪洋 屯派的汪洋 他就是直轄市的重慶市的 第一把手 他有軍方背景 汪洋有團派背景 喂 你想用對沖他 喂 他也是薄一波一條血系的 是不是 他也是井江山老兄弟的 他老爸也是八老護角之一 只能夠政治局 做不到常委 你看他的霸氣 胡溫被視為家勞 江澤民的蝕覺更加猖獗 而造成了內在的不滿 紅色血脈一直都是屈住大尾在心 他們真是井江山 他們這些爺父親輩 是井江山經過 這個 長征 再立國 但是從來沒有得益 立國之後 跟著未得益就已經反右 天翻地覆 老毛要大躍進超英趕美 餓死四千萬人 跟著 劉少奇 鄧小平 收拾殘局 將他擠去第二線 喂老毛 一是就死無葬身之地 一是就從上井江山 讓你們這些傢伙 鬥臭為止 李掌權 就逼我下台 所以他要炮打司令部 第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 他就是第一個打出來 對了 紅色血脈一直等 等到 所謂改革開放 經濟有成果 都還沒到他們分家 或者有些分的 分得最少 是不是 你看看當時 江澤民那個系統 你的軍隊那個責任 你看看郭伯鴻 是不是 徐才厚 你都分到多少 而那些真是早前有軍工的人 為什麼分不到 怎麼會順利呢 好了 這兩派突然間要逼他們聯盟 逼他們聯盟要等時機 等時機 就是胡錦濤十年完了 當時你看到 啊 習近平 符符碌碌碌 竟然得到兩派的 麥海 視為中間派人選 因為大家都沒察覺到 習近平的霸氣 野心 原來要清帝 當時霸氣最大的 其實是薄熙來 他有政績 有霸氣 霸著重慶 是不是 在東北亦有他的政績 商務部總有做過 西方 閱讀中國的政壇人物 只是集中薄熙來 有外貌 有氣派 有手段 夠狠 爭天下的人才 是的 這就是薄熙來 大家就忽視了習近平 剛派以為習近平那些樣子的人 扶扶碌碌碌 隨便 給他和熙來 他繼續在後面 當扯線公仔 他以為是這樣 怎知是將習近平 逼了跟胡錦濤聯盟 輕率地 江派溫溝翻船 聽了整個49年的歷史 發展到習近平那樣 這條路走來 你叫他怎樣交澎 哪有制度交澎 怎可以好像台灣那樣 突然間 給另一個 而且一黨專政的結果 一定在權力的內部鬥爭裏面 你死我活 鄧小平為甚麼 鄧小平交澎 就是因為 是因為當時六四 他自己以身作則 退居 沒有用任何的身份 只用自己的 立國元分的公職 劉鄧大軍那個 那個戰功 根本就不是制度裏面的 一個人坐在這裏 我講就算數 其他講都是胡說八道 這是甚麼制度 他當時是甚麼身份 普通中國 公民身份 他指召趙紫陽 這個就算數 指召胡耀邦這個就算數 就是說他們三個三頭馬車就算數 胡耀邦是當時的總書記 趙紫陽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 都合理 那他自己呢 他說算數就算數 制度就是這樣 即是沒有制度 沒有制度 去到習近平目前那樣 你怎麼叫他交棒 交甚麼棒 權力離身 就家破人亡 死無葬身之地 喂 你這幾年都令到百萬以上的 大陸官僚家破人亡 你見到習近平的 姐姐哥哥 全部都是外國的 加拿大澳洲的女兒一定要入美籍 為甚麼 因為他們見過這個例子 今天還坐在中南海 明天稍微權力低一點 你見一見 周永康作為政治局常委 你以為形不上大夫 遊戲打破了 面歪爛了 沒得下台 只可以拿上權力 一直下去 落到甚麼時候啊 他自己都不知道 騎虎難下 所以 下一步 追求長生不老 追求長生不老 你不要覺得是開玩笑 追求長生不老是沒辦法的 因為他們好像現在我們的超級富豪那樣 沒得交棒的 你問記者有時問李兆基 甚麼時候退休 李家傑和他的兒子李家成都想問 所以他一定是黑臉的 是吧 你問李家成甚麼時候退休 最想問那個叫李宅巨 怎麼退休 退休就沒辦法了 是不是 好了 我們說說 《老子道德經》第66章 《道德經》第66章說 江海所已能為白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為白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 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處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落推而不害 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這本書 《道德經》有一本很奇妙的書 所以上次我來一介紹都說 除了論議之外 其實 就是影響中國人 最深的第二本經典 這本書本身只有五千多字 但是歷朝以來 就這個 《老子》《道德經》 閱讀的文章超過千多份 只是日本自己都有千多份 任何人讀他都得出不同的結論 你是什麼人就看出什麼結論 有很多人認為 老子是權力之書 是教你怎樣弄權 有些人認為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 所以他是因應自然 沒有強求 講出自然之道 老子剛才那段書 是說什麼 你在《道德經》第66章 其實只有幾行字 看看怎麼閱讀 你是什麼人就看到什麼事 你是什麼人就得出不同的結論 沒有model answer 不要尋求model answer 因為老子這本書就是不想給你一個model answer 看看你是什麼心態的人 你是追求英雄條路線的 還是追求聖賢條路線的 各有閱讀的效果 老子說 江海 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 為什麼可以成為大江大海 因為他的位置 比一般地平線低一點 套了下去 套了下去 地平線上的水就全部流向他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善於自處低下 水就接受到百川歸住 就是告訴你 老子用江海 比喻一個領袖的胸襟 他們 易經也好 論語也好 老子也好 經常用聖人聖人 聖人不是說某一個聖人 聖人在這些典籍來說 意思就是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 他的智慧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說聖人的時候 你不需要在心裏面找到哪個聖人 這個就是中華文化的源頭 的祖先 就是用聖人 先王是什麼 哪個王呢 你也不需要找哪一個領袖 先王 王字 三畫 中間動一動 那三畫就是三才 天 地 人 人在中間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中間是人 有一種領袖 他可以上曉天文 下曉地理 中通人士 中間那一動 動穿這三畫 那個就是王 先王是什麼 是以前的領袖 這裏說 聖人 就是告訴你 我們中國的 祖先 我們的民族祖先 就是明白到 你要處於低下 才接受到百川歸流 所以老子用江海形容 一個領袖的胸襟 你要像江海的胸襟上面 要兼容並促 藏污納救 啊 再要藏污納救 要的 你作為政府 你要明白 政府要志工無私 無不包容 江海兼容並促 但是江海 流極進去 他都不會滿捨的 因為虛是本質 藏污納救 但是不失其性的自稱 海洋是清的 海水是清的 大的江 大的湖是清的 為什麼呢 你說什麼都倒進去 他有個自動潔淨的能力 所以當個領袖 你想在萬民上面 管理萬民 首先 你的姿態 你的言語顏色 都要謙下 你謙下才能管理到萬民 就好像我們西方政治講的 你是師傅 shaven 你是大眾的僕人 政治的 巧妙就在這裡 你要兼容並促 不可以硬撼 要淘汰你那套 不行的 英國人來到香港 做殖民地 香港人說 香港的原居民說 他們信風水 那你就給他們風水 遲堂就遲堂 是不是 這個是農墨 你就讓他們說農墨 你說不准賭錢 但是 但是中國人說 打麻雀不是賭錢的 你說這樣好 你們打麻雀 不准用現金 那又不行的 一家大小打麻雀都用錢的 你試一下叫他們用牙籤打 打不下去的 你做不到牌的 不知道為什麼 不想吃虎的 我試過一次用牙籤打 去探一個朋友 新居 其中一位朋友是虔誠基督徒 不可以賭錢的 他家裡又沒有籌碼 拿一筒牙籤來 都不知道怎麼算 我都不懂 總之 爆棚就四支 雙辣就八支 搞到我連小三元都不吃 是不是 都不想吃了 拿八支牙籤把鬼 扣扣其其 打到他全部大三元 或者一清一色 還要自摸 按上花才吃 打下打下打到自己不膽 贏了一扎牙籤 是不是 但是問題 你要尊重 虔誠基督徒 實在沒什麼辦法 所以 中國人說 我要堅持打麻雀 還要賭錢 那怎麼辦呢 又違反你當時的英國人的行政原則 所以最簡單就是說 不如設立一個麻雀學校的牌照制度吧 既然是中華文化 你就讓他學文化吧 跟讀易經一樣而已 進去賭錢 不是賭錢 別人交學費而已 有些人贏的 就獎學金吧 有些人輸獲金 那些成績不好 就要被懲罰 是不是 這個就是藏污納舊 所以 藏了打麻雀 的麻雀館 並不影響香港的繁榮和運作 這個就是不失其勝之稱 所以 領袖要居萬民之上 那個姿態上要欠下 要居 要在民眾之前 首先要處處 懂得退讓 退後 這個就是 老子教的 方法 當然道術和權術 很多人說 其實 這個老子道德經不外乎 權術的保鑑 教你怎麼運用權術 愚民政策 這個就是看看你的 老子教的因應自然之學 是觀察大自然的方法 而得出的結論 如果你拿到的歸納是權術的話 這個就不是道術 道術 道是體 德為用 道德經分兩下 兩上下策 上面是道經 下面是德經 道是體 德是拿道來用的方法 權術 在於私心 道術 在於因應自然 道術以無機心為根 權術 就以機心為本 形式不同 根本有意 看看你本身是什麼人 看看你本身是什麼品性的人 你閱讀到這個腦子 原來是給你作為 玩弄權術的技法 不過 沒有效果的 你用機心來 剛才用的方法 欲上文必以言下之 欲先文必以身後之 你用機心權術來玩這個遊戲 達不到這個效果的 所以成功的領袖 即使處在上位 但民眾感覺不到 你在上位壓迫他 沒有負擔的 雖然居於 民眾之前 但你感覺不到 自己被傷害的 不跟大陸那麼低層次 很多人認為大陸共產黨中共那一套 即是老子道德經那一套 不是 道德經那一套 不是中共那一套 中共那一套是拿了表面的層面 即是孔子學院不是真的講儒家學說 孔子學院只不過是特務組織 現在全世界都發現了 你不是掛著孔子的名字 真是孔子 你不是真是孔子和平獎 你班那些當然是和平獎 搞清楚這個 明稱是包裝紙 所以技術是包裝紙 因為中共站在 人民的頭上 人民怎麼會不覺得重呢 你站在人民前面 拿了所有的好處 人民怎麼會不覺得官員為害呢 你要他 成功的領袖 處在上位 民眾沒有 沒有感覺 沒有負擔到你的上位 你站在民眾前面 百姓不感覺你在損害他的權益 所以百姓才落於推大你 不增嚴你 現在中國的人 一般死老百姓多厭官僚 哪個官僚不貪污不弄權 有權不賺錢 所以香港很多人都想說 我們收回那150個審批權 哎 權 放出去怎麼拿得回呢 當年老平 在未回歸前都說 150個審批權 你們香港人管不到的 大陸人 誰來得 不是根據申請填表格排隊的 這些講不到給你聽 有些巧妙在 結論就是 古聖人 他不跟任何人爭 所以天下人 就沒有人能夠跟他爭得過他 這就是一張 老子道德經第66章的智慧 習近平簡冒率連來稱帝 一定有他的心意 他似乎對這段歷史很鍾情 當年奧巴馬國事訪問北京 他夜遊 都在哪裏 在這個 光碎迎台地 夜接 奧巴馬 兩個人閉門 在紀錄以外 沒有紀錄的情況之下 談了什麼心事 他很喜歡這段歷史 冒率 維新 就是光碎的當時的大動作 是不是 當時的動作 以為是可以君主立憲 誰知道 被舊勢力 慈禧和公親王反撲 所以光碎迎台一撇 而習近平在這個美國 中美兩大領袖 在這個國事訪問的正式程序之後 黑二夜晚在刑台 接見奧巴馬 有他的自己的心結 兩甲子以來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成為冒出維新 形成後來的悲劇 當時協助 江碎為新的主角 出走 康有為司徒出走日本 江碎自己迎台一血 真飛刺死 是吧 謀率六君子 斬殺蔡事口 本來就是一個大悲劇 到六十年前的謀率 1958年 就是毛澤東宣佈大躍進時期 三面紅旗總綱 大躍進 人民公社 三面紅旗的開始 造成的結果死四千萬 在無天災配合之下 單是毛澤東政策 人禍就死四千萬人 這個是民族大傑 今天想修憲 廢除鄧小平 1982年寫入憲法的兩屆期限 就是他準備繼續執政下去 你收到封就知道鄧家子 他們的子孫不行 那些孫女婿 鄧朴芳 現在不斷放風說他掌握多少萬億的美金資產 當年認屎認屁那班人又開始 要跟鄧家的血系保持距離 不要再認鄧小平 什麼 梁振英說 應該 鄧小平拿諾貝爾和平獎 還說不說 有記者碰到梁振英問問他 你覺得鄧小平是不是正然都應該拿諾貝爾和平獎 鄧小平 當時看到個人崇拜的危險 但是習近平不可能用這個集體領導方式 因為當時護國 白佬 都是開國緣分 現在沒有了這些緣分 不能再集體 集體貪污 集體 集體權力 沒辦法拿一個對等的集體權力 他現在 你看到他的政治局 你看到他的七個常委 都是他自己人 自己人就是自己人 即是完善他當年的清帝 自然 現在習近平身邊很多人覺得 應該修憲 香港第一個撲出來 都有我們香港學者 劉兆佳 是不是 他認為可以做 為什麼不做 如果有益的為什麼不修憲 是不是 今天連林建國 都支持修憲 哇 林建國還有機會嗎 似乎還好像蠢蠢欲動 是不是 照計這個習近平修憲 又不是很關 女法局的事 不過他都贊成 當年 袁世凱清帝 身邊有位才子楊道 楊道不是普通人來的 晚清的時候 在日本 和孫中山辯論 一個認為要革命 一個認為可以 維新的 所謂領袖級人物 楊道 推波助瀾 中國人很懂得逢迎 尤其是讀書人 讀過書的人 很懂得在技巧上面 逢迎 這些霸王的要求 他知道你想怎樣 所以他寫了一篇叫做 君獻救國論 他說中國如不廢共和 立君主 則強國無望 富國無望 立憲無望 終歸於亡國而言 故以尊制之權 行立憲之業 乃盛君 鷹匹 建立大工業之極好機會 你懂得說話 知道你想怎樣 我幫你找理據 我幫你找理據 找歷史規律 找方法 讓你整件事情 好像不是你要求 是民間要求 好像你是 清帝都因為 是因為這個 信復天而應付人 所以袁世去看了這篇文章 君獻救國論之後 就寫了幾個字 叫做 智理明言 不過你不要讚住 據傳 野屎講 坊間的野屎 悲觀野屎講 袁世去後來 82日失敗 尼流之際 臨死前 只是講幾個字 就是 讓道誤我 不過這些都沒什麼好講的了 別管 別人擦你的鞋子 你自己不feel不到嗎 你看現在多少人支持 香港各個撲出來 鄭耀堂也不要講 因為他必然地要講這個理論 北京講什麼他就只是兜 一尾說合理 對呀 對數呀 那就對呀 那就應該了 那些不要講 劉兆佳呢 林建國 幹嘛要搶一隻腳 是不是 當然覺得有好處 有好處 不宰下去 但是袁世去當時的身邊 亦有反對他 清帝的人 他有兩顆子 第二個位子叫袁克文 他寫首七律 當時都很有名 到現在都很有名 抓著五面 強字聲 是 古台 荒濫一瓶零 波飛太逆 深無絕 雲起魔崖 蒙玉藤 偶向遠臨 民怨敵 獨臨 零失轉明燈 堪憲 高處多風雨 莫得傾留 最上層 他兒子的意思 第一開始就告訴你 你今天的權力 你今天的地位 你今天的政治實力 只不過是炸著五面 五面是哪裏 是指江南 蘇航一帶的絲綿 炸著五面 剛剛有一件南方棉立 不過你身處 北方 你在故宮 是不是 紫禁城 你說強字聲 這種天氣 剛剛好 是不是 剛剛覺得有些亂意 當然他有一個含意很深的 為什麼用南方的棉立 來講北方的天氣 他想講 其實你 完世開是 飄竊了中山革命 中山革命是南方革命 是廣東人的革命 你飄竊了南方革命 這個權力剛剛到你手上 剛剛好 勉強啦 是不是 這個是 蘇州、杭州 吾 吾就是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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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古台 荒濫一憑令 你看看現在在哪裡 你置身於一個紫禁城 是不是 剛剛置根於紫禁城裡面 但是你看一下 古台 荒濫 為什麼古台荒濫 因為元朝、明朝、清朝、三朝經營的 紫禁城 景物依舊 人是全非 當時的皇帝去了哪裡呢 所以你站在紫禁城裡面 置身於紫禁城 你穿的是南方綿納 你有荒 古台荒濫的 蓋炭 這個歷史層積 看到這個歷史層積 你應該明白千古風流人物 都是比浪途進 何必將浮世的權力和虛名 砌得那麼重呢 波飛 泰液 泰液 深無注 運起魔崖 蒙辱藤 泰液 是什麼 是道家說的 池水 波飛泰液 你的心 道家修煉 你將心突然間 動了 是不是 你動了心 清淨的波 清淨的泰液 為什麼會要波飛 波飛泰液呢 因為你動了貪念 你動了大妄想 在道家修煉來講 你動了大妄想 雲起魔崖 夢玉藤 你想這個 夢想成真 心比天高 妄求飛升 你等於追求長生不老 這個是妄念 貪親癡 最後一個癡 一個不實際的 一個無名來的 是不是 偶向遠臨 民怨敵 獨立 靈失轉明燈 你知不知道自己現在 一心想著清帝 修憲 其實 外界議論紛紛 舉國眾怨沸騰呢 這個就是 民怨敵 偶向遠臨 民怨敵 獨立 靈失轉明燈 你聽到的 是遠敵 淒涼難受 你返回自己的靈失 轉一轉你的明燈 明燈是什麼 明燈是佛道 兩家所說 暗如自己心室的一點光明 一燈亮暗室 是不是 你自己的心裏面 你用回你自己天賦給你那一點 靈光 一燈可以亮暗室 你就是愚痴之道 最後那兩句很有名 堪憐高處多風雨 莫到瓊流最上層 中國的哲學 逆經的道理 根本就在於 不可以去到盡 要留有餘地的 你知不知道那些江湖人 什麼玩牌狗 拿到霜天自尊的要拆擺的 為什麼要拆擺 不可以認得這麼盡的 拆擺也夠了 你打贓是吧 不用拿了戶的錢而已 拆擺也拿了大半了 為什麼要去到這麼盡 霜天自尊 太盡了 逆經六十四卦 六十四個羊牛 六十四卦的羊牛 都跟乾卦有關 六十四卦的陰牛 都跟坤卦有關 去到第五就剛剛好了 去到第六 之牙就太高了 所以第五是飛龍在天 但有條件的 你要利焰大人 當你飛龍在天 不懂得利焰大人 就過了 over了 over了什麼呀? 抗龍 龍太過分了 過分了會怎樣? 有悔 悔是什麼? 悔是煩惱 沒有了 這條龍 走得太過分了 走得太過分 煩惱就自然來了 坤卦的六五 是皇上圓吉 最吉祥的了 有權不用 就皇上 皇是中道 上是下邊 姿態要低 立心要中 這樣就最吉祥 大大吉祥 做不到呢? 做不到 就去到 上陸的了 下一支牛 龍戰於野 奇血元王 奇血元王形容詞 戰鬥非常激烈 龍戰於野 這條龍又來了 陰到最盡 羊就出現 羊一出現 組合陰裡面 中間的鬥爭激烈 就好像你的鑊 突然滴一滴清水下去 油鑊 一滴清水 一會爆出來 就好像我們 中秋節的環童煲立 你吐嘟口水下去 整條火柱三樓那麼高 為什麼? 因為 熱極的時候你給一滴水 冬極的時候給一滴熱 都會引起一個大的衝突 是的 勿壯則老 所以 他不可以去到最盡 劇煉高處都很豐富 莫道傾流 最上層 這個是真正的衝心 作為兒子對他父親的勸諫 因為當你掌握軍權 推翻滿清 民國建立 建立第一個亞洲共和 當時 你掌握的軍權 任何人 都要求助於你 但你自己稱帝祭天之後 天下以你為敵 你寧願讓人求你 還是寧願天下以你為敵呢 是的 不過 當時沒有人會這樣認為的 因為當時 袁世凱 他覺得自己 好像楊道所說 是不是 以專制之權 行立憲之業 這些字眼 真是適合中共 聽到暈 以專制之權 行立憲之業 劉兆佳說 這樣的情況 只是在外交 人家知道他的權力可以持續 得到外國的尊重 那那些兩屆議會 沒有人尊重 整個西歐政治 整個美國政治 加拿大政治 英國的首相 法國的總統 是不是 所有外國的元首都不得到尊重 因為都是有任期的 美國總統的兩屆 未必連任到 卡特連不到任 那得解 就完全沒有地位 在國際 是不是 美國總統就沒有地位 這些說話 是給那些 獨裁專制的 帝王人物聽的 以專制之權 行立憲之業 是盛軍英匹 建立大公大業的極好時機 不過這樣 在當時楊道得意一時 而 袁世凱的兒子 剛才鎖的首詩 勸姦老爸的首詩 那位袁克文 當時 被袁世凱軟禁於 北京的北海 今天習近平身邊 人人都是聰明機巧的楊道 哪有個袁克文來得 你嚇我爭啊 袁克文 兒子也嚇我爭 何況現在沒有兒子 習不得女兒 習明澤 火閘規 火閘規 習明澤 這個改名的人一定是易經高手 好了 我們在講論語之前 不如講講明天的財政預算案 只是講一個點而已 財政預算案 政府放風 今年水浸庫房 大概13億 上下 有盈餘 總是非經常 非經常